随着现在疫情趋缓 大家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入境免隔离呢 指挥关前时钟今天就说了 一个月后解封策略就会逐渐明朗 那壮人想也透露边境能不能再解封 其实有四个指标需要研判 包含缩短紧一十天的实施状况 以及自主健康管理快筛回报率 那高龄者疫苗的接种状况 跟国外的疫情发展也都是参考指标 不过旅游业者是相当乐观 觉得下半年就可以逐渐的解封 也陆续有民众都在询问旅游的行程 那其中呢是日本冲绳最好 国内疫情逐步趋缓 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生活呢 专家就预估一个月后解封策略会逐渐明朗 指挥关陈时钟也坦言的确有可能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一个月大概是那个情况会更清楚 大概如果没有新的一个变种的情况 那世界的疫情应该全球疫情应该趋缓 庄人翔则透露边境能不能再解封 还有四个指标需要研判 包括缩短检疫十天的实施状况 自主健康管理快筛回报率 如果民众资源性提高 会对持续开放边境有帮助 高龄者疫苗接种情形和国外疫情状况 也都是参考指标 目前的确是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每天都在讨论 策略明朗跟什么时候会开 事实上并没有说是有一定 不过11号南韩也宣布 境外韩籍人士即持有长期签证者 21号开始接种两剂疫苗 满14天到180天内 或接种三剂疫苗者入境时免隔离 庄人翔表示台湾未来是否比重日韩 参考疫苗接种状况 取消或缩短入境减疫情 会针对国际疫情来做评估 但不少旅游业者已经展开规划 在官网贴出预购行程 能不能成行就等中央松绑 已经进行操作阶段了 进行了机会的预定 然后酒店的预定 跟一些邮程相关的一个资讯 目前询问度最高的就属日本旅游 其中冲绳最好 长城县则包括美西夏威夷 欧洲和中南美洲 大多以商务客为主 一般民众则要等到反国免隔离解禁后 才可能进入操作阶段 但能不能解封 一个月后才是关键 记者综合报道